创世纪第四十六章 以色列带着他所有的一切启程 到了别世巴 就向他父亲以萨的神献祭 神在夜间的意象中对以色列说 雅各、雅各 雅各说 我在这里 神说 我是神 就是你父亲的神 你不要怕下埃及去 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 成为大国 我要亲自与你一同下到埃及去 也必把你带上来 约瑟要亲手合上你的眼 给你送终 雅各就从别世巴启程 以色列的众子 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辆 接在他们的父亲雅各 以及他们的孩子和妻子 他们又带着牲畜 和他们在迦南地所得的财物 来到埃及 这样 雅各和他所有的子孙都一同来了 雅各把他的众儿子、孙子、女儿、孙女 和他所有的后裔都一同带到埃及去了 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 就是雅各和他的子孙 名单记在下面 雅各的长子是刘本 刘本的儿子是哈诺、法陆、西斯伦和加米 西缅的儿子是耶姆利、雅敏、阿霞、雅金、索霞和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 立位的儿子是格顺、哥侠和米拉利 犹大的儿子是尔、俄南、士拉、法勒斯和谢拉 但是尔和俄南都在迦南地死了 法勒斯的儿子是西斯伦和哈姆勒 以撒加的儿子是陀拉、普瓦、约伯和申伦 西布伦的儿子是西列、以伦和雅利 以上这些人是利亚在巴旦亚兰给雅各生的儿子 另外还有女儿底拿 这些子孙一共三十三人 加德的儿子是喜飞云、哈姬、舒尼、以斯本、以利、亚罗底和雅利利 亚瑟的儿子是因娜、益施瓦、益施伟和比利亚 还有他们的姐妹希拉 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和马杰 以上这些人是拉曼给女儿利亚做卑女的西帕 给雅各生的子孙一共十六人 雅各的妻子拉杰生了约瑟和变雅敏 约瑟在埃及地生了马拿西和以法莲 就是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 雅希娜给约瑟生的 变雅敏的儿子是比拉、比杰、雅什别、基拉、乃曼、以西、罗石、母平、 护平、护平和雅乐 以上这些人是拉杰给雅各生的子孙一共十四人 但的儿子是护生 拿佛塔利的儿子是雅靴、姑尼、耶瑟和士冷 以上这些人是拉班给女儿拉杰做卑女的毕拉 给雅各生的子孙一共七人 所有从雅各所生与雅各一同来到埃及的人 除了他的儿父之外一共六十六人 另外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 雅各家来到埃及的所有成员一共七十人 雅各派尤大先到约瑟那里去 请约瑟指教他去戈山的路 于是他们来到戈山地 约瑟预备了车 上去戈山迎接他的父亲以色列 约瑟一看见他 就浮在他的景象上 在他的景象上哭了很久 以色列对约瑟说 这一次我看见了你的面 知道你还在 我死了也甘心 约瑟对他的兄弟们和他的父家说 我要上去告诉法老 对他说 我在迦南地的兄弟们和我的父家 都到我这里来了 这些人都是牧羊人 以牧羊牲畜为生 他们把自己的牛羊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 法老召见你们的时候 如果问你们 你们是做什么的 你们就要回答 仆人们从幼年直到现在 都是以牧羊牲畜为生 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是一样 这样 你们就可以住在戈山地 因为埃及人厌恶所有牧羊的人